腰间盘突出怎么引起的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银刚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主人医师 每次在门诊 有很多病人就问我 到底为什么我得了腰间盘突出症 说起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它采取到一个遗传因素 一个环境因素 还有一个年龄 这三大交互到一起 就是说有的人 他家里面好几个都呆 中间盘突出 有的人人家也不会得 这就说遗传因素 占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环境因素 比如说我居中运动员就容易呆 中间盘突出症 司机也容易呆 但是有些我不经常用腰的人 就不容易呆 第三个就是跟年龄有相关性 年轻人就呆的少一些 年龄大以后 他就会就容易发病率高一些 这些人就会发生了一篇 也会有很多人 在这些人的身边 最后一旁就会发生了一篇 最后一旁的身边 这些人就会发生了一篇